好啦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就晚出門 現在11點19分 快20日齁 那我才到濱江市場 今天禮拜五 開始跑週末燙獎 今天是週末燙獎的第一天 那這個週末燙獎呢 50趟 50趟 所以我今天這個 應該講說我接下來 這幾天的壓力都不會太大 不過還是要看 看看這個 Uber East公會的派單狀況怎麼樣 我是覺得昨天晚上 好像稍微有點正常 恢復正常 但有些事業夥伴不這麼認為 他們認為說昨天還是比 之前的禮拜四 都還要來的慘 那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是不好玩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努力 這樣子 有單就盡量接 沒有單也沒辦法 那麼 現在我要往麥當勞的方向去 今天我應該是直跑午餐 我本來是想直跑晚餐 本來是這樣想 昨天晚上睡前跟我老婆討論一下 發現 好像這樣子狀況好像不太對 應該是午餐跑完回家 然後洗個澡 然後呢 就去修腳踏車 然後順便去看病 因為最近我這個 常會怪怪的 不太好 然後要去給醫生 把把麥 請醫生幫忙 看看是不是要開個藥吃一吃 今天非常的曬 天氣很好 然後我忘記穿我的防曬衣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哎呀 因為今天就比較急著出門 就稍微一點晚 然後就不希望太晚 就急著出門就有朋友的狀況 好 那麼 現在我先去前面便宜商店 去買一罐水 好才剛到這個 這哪裡啊 龍江路上面的Seven 買了水 單就進來了 兩單 不錯不錯 假單啦 不過今天就沖一下單量 嘿嘿嘿 所以這兩單也很讚 好啦各位朋友 現在已經1點24分了 那我目前跑9趟 那準備下線 不掙扎 這樣 哎唷 APP要更新 好了 給他更新一下 我要下線 我要離線 竟然還要我更新APP 今天呢 前八趟 最後一趟是等比較久 前八趟幾乎都無縫 幾乎都無縫這樣 那第九趟真的就等了 看一下 等差不多10分鐘才等到一單 然後送掉之後就 就到現在了 所以我就不想等了 我就決定要回家啦 那今天就跑了9趟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 6日13天去把它完成 啊 反正就順順地跑了 因為 呃 週末燙獎的這個燙子是比較少 比較壓力不大 好啦 要去買中餐啦 每天都可以 сам 你要去找到 感谢观看